女股神Catsy Wood近期不断减持腾讯00700股份。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段永平却入市级纳腾讯股份。 段永平在内地社交平台透露,已经买入若干腾讯ADR,并扬言股价若进一步下跌,便会买入更多股份。 然而,段永平并无披露今次买入腾讯股份数量。段永平早于2010年已透露有兴趣投资腾讯,但直到2018年才公开披露买入腾讯股份。 对于腾讯的投资价值,段永平当时指出,该公司长长的波,口口的说,段永平早年创办步步高,2002年开始涉足股票投资,低价买入网易股份,涉资约200万美元,最为坊间谈论的事。段永平在2006年已62万美元,通过拍卖形式获得与巴菲特共线的机会。 成为首个与股神共进午餐的中国人。 虽然段永平站台,但腾讯股价仍要跌3.8%。收报439元,全日股份成交额261.9亿元。 较上日增加24%。内地资金沽盘增压。 在港股通机制下,北水全日卖出腾讯股份金额达到66.5亿元。 买入金额值为48.9亿元。 令到全日正卖出额达到17.6亿元。 达到18.6亿元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